好 我们来看一下转体施工 转体施工的话 其实它一般的在一些河流 或者说是高铁的地方才会有 那就像我们这个图 我们把这个桥一分为二 对吧 现在路的两侧给它做好 做好了以后 这个桥的底部 这里你会发现它有个转盘 对吧 我们通过牵引设备 然后按照未来桥的走向 然后给它拽到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转体 我们等会来看一个动画 来了解它大体的一个转的过程 好 那么一般在一些什么 跨越深谷急流 对吧 我们不方便用一些什么 我们的支架法 或者移动模架法等等 还有什么铁路和公路 那它的特点就是不干扰交运输 不中断交通 而且不需要复杂的悬臂拼装的设备 其实我们在两侧在施工的时候呢 就是用普通的支架 你看普通支架来做就行了 只不过做好了以后呢 我们需要来给它做一个移动转体 分为竖转法 平转法 还有一个平竖结合 对平转法来说 就像我们这个图对吧 往这转 往这转 那么这个呢 是一种平转 平转呢 一般形容于是钢构的梁式桥 喜拉桥 钢筋混凝土拱桥和钢管拱桥等等 而对我们的竖转的话 那怎么办 你需要先把它从地上给拽起来 大家想一个人趴到地上 如果让你去拽的话 那需要什么 需要你用很大的力把它给拽起来 对吧 所以它需要在什么 转铁重量不大的拱桥 或者某些桥的预制构件上 比如说塔啦 鞋腿啦 进行骨架等等 好 我们来看一个视频 来了解一下我们的竖转法和平转法 好 我们一块呢 来看一下我们的桥的一个平转和竖转 首先呢 也就是说是在这个的话 应该说的是竖转 在两侧呢 把这个蹲台呢 给做好 然后呢 搭设摩架来去做我们的梗勒 你看 它的话 现在正在什么 正趴在地上 对吧 那我们需要把它给拽起来 那么这就是一个竖转的过程 安装一些锁塔等张拉的设备 方便呢 我们日后呢 进行一个竖转 好 那你看这个过程的话 就是一个竖转的过程啊 竖转的过程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平转 那么平转的话 一开始呢 我们是在两端 对吧 在两端的话 现在呢 我们需要把它合成一个整体 平转 好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一块的桥呢 就做好了 那这就是我们的竖转法和平转法 好 那么通过动画呢 我们对这个平转法和竖转法呢 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然后呢 来看一下他们具体的施工技术 我们在转的时候呢 两体还是比较重的 对吧 所以为了保重它的一个稳定性 我们一般呢 有什么 有平轰重的转体施工 那么它的特点就是转体的重量大 所以那关键呢 就是施工转体 我们农府呢 将这个转体顺利的给它转到一个设定位置 那需要以什么呀 正确的转体设置 然后呢 灵活可靠的转体装置 以及布设牵引驱动装置 对于我们跨境比较大 重心比较高的拱桥呢 一般呢 选择的是环道与中心支撑相结合的转盘结构 对于我们中小跨境来说呢 用的是中心支撑的转盘结构 当然平衡重的 试着试情况呢 来做一个临时的配重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的话 它用的是环道 有环道 我们来看图 那么这个呢 就是环道 这是我们的中心的支撑 环道中心的支撑 好 那么它大概呢 什么样的 你看啊 这个呢 是我们一个梗勒 对吧 我们已经把它给拽起来了 拽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在这个地方呢 有个扣锁 对吧 这是支点 扣锁 然后呢 通过滑轮组 连接到这个位置 滑轮组呢 其实呢 这个应该是 一开始是趴着的 就是先把它竖转起来 然后呢 再平转 所以它通过这个滑轮组的转动 我们通过这个扣锁呢 把这个拱轮呢 从地上给它拽起来 拽起来的时候呢 我们要进行什么 要进行一个平转了 平转的时候呢 可能它有一个向下失稳的过程 对吧 所以你会发现 在我们的后部呢 放了这么一个平衡墙 然后呢 做一个前后的稳定 那么这个呢 是需要用到转盘的 你看上盘下盘 还有中间的一个环道 对吧 好 再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呢 是我们的中心的 一种轴称 好 这个的话就是 我们在转的 这有拉锁 对吧 通过这个牵引 我们来转 来进行一个什么呀 进行一个旋转 这是一个现场实操 好 再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的话是一种什么呀 用的是轴心来承重 那它就相当于 咱们的关节 对吧 你看这个下边 是一个圆心的 下边是这样的 然后呢 上边呢 就肯定是缺这么一块嘛 我在这个上面呢 来旋转 所以呢 它需要是 它一般呢 在一些中小跨境上来走的 容易发生失稳 如果跨境扩大的话 好 那么在这个两体的内部呢 布设上面叫拉杆 拉杆呢 把它抹固到这个背墙上去 保充一个稳定 也可能会有个向下挠的趋势 所以呢 在后面呢 我们放下了平衡重 然后呢 开始进行一个转体就行了 好 这是什么时候 有平衡重的 然后来看啊 当拱缺的火牛土 达到实力强度以后 方可分批分级的来张拉扣锁 才有内外某扣体系 你看内外某扣体系 这是内 对吧 我们前面的话 这个地方的话是什么 还有外 对吧 内外如果都有的时候 怎么办呢 扣锁呢 用的是钢脚线 或者带蹲头某的高强度钢丝 安全系统呢 应当大于二 当扣锁呢 张拉到位 卸架以后呢 应当进行24小时的观测阶段 来检验一下我们的某固支撑体的可靠程度 同时呢应当观察我们的拱的结构的变形 以及呢 受到温度影响呢 它的一个规律 等等 你就记着 根据24小时的一个观测阶段就行了 来确定呢 转体前拱顶的一个高重 之后呢 如果用钢绳来进千里转动的时候呢 直接用千里顶来顶推启动就行 合龙一般呢 在当地气温最低的时候 对吧 那两段 我们这个地方有个合龙口 温度最低 缝最大 所以我们直接的来给它做一个胶柱 把缝一块处理就行 在合龙的时候呢 一先打入钢歇的快速合龙措施 就是呢 我们在这地方合龙 对吧 先打入钢歇来给它做一个临时的某固 防止呢 它发生位移了 之后呢 去焊接这个接头的钢筋 来胶住接头混凝图 封固 转盘 说我们用这个临时的 用这个钢歇呢 是不是把这个端部呢 给它固定住了 固定住以后呢 我们就绑扎钢筋 胶住混凝图 对吧 这个只是说我上部呢 给它稳定了 我们再回到前面这个图 谁呀 我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的话是在这里打入钢歇 对吧 然后呢 绑扎钢筋 胶住混凝图 好 上部稳定了 你别忘了 我下部还有转盘呀 所以我们要把下部的转盘呢 来给它某固住吧 那转盘呢 首先呢 是金属的 一开始呢 可能要焊接 焊接完了以后呢 我们在外边呢 再给它胶住大体积混凝图 来做一个某固 保证了这个两体的一个稳定 所以那是先去合龙 那再去最后呢 做这么一个风暴 为什么呀 就防止呢 我们在进合龙的时候呢 出现这个偏差 那你如果说这个时候 已经给它封固了这个转盘了 我们没法去调整这个偏差 对吧 就真正的合龙完了以后呢 再去把这个转盘 给它进行一个封固 最后呢 就是达到强度之后呢 分批分级的 把我们这些扣数呢 给它拆掉 不是一次性全拆啊 是分批分级的来拆 好 再来看无平红重 前方的是有平红重 对吧 那它这个无平红重 怎么办呢 那首先的话 第一个呢 它有扣点 对吧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用扣锁呢 给它拽住 之后把它某固到 后边的这个图体里 当然有平红的 对吧 某固到后边这个图体里 这样的话 我们在转的时候呢 是比较稳定的 这个什么 没有平红重 那它有什么 某固 转动 胃控三大体系 某固 最后呢 再转动 最后呢 控制位移 包括呢 转动体系 某定体系 转体施工和 合拢 施工工艺 转体呢 一般呢 用的是什么呀 某固体系 转动体系和胃控体系呢 来进行一个构成 对吧 某固 转动 最后呢 控制位置 那一般呢 在施工的时候呢 要监测什么东西啊 监测 锁力 对吧 我们这些扣锁呢 踏实的力 以及呢 轴线和高程 保证的这个桥呢 最后呢 是红平树枝 在张拉的时候呢 上下对称 均红的原则进行 好 张拉达到势力强度 贺载以后 对内力呢 进行量测 不符合要求 重新张拉 在扣锁前 啊 张拉扣锁前 应当呢 在桥轴向 斜轴支撑 以及拱顶 八分之三 四分之一 八分之一跨顶的位置呢 设置相关的平面位置 和高层监测点 我们只需要注意一下 就是 要在张拉之前呢 做什么 做平面位置 和高层监测点就行 注意一下这个桥的一些相关的位控 好 之后呢 张拉到位置 就位以后呢 再进行高层和轴线测量 所以你会发现 所有的准备都是为什么 高层和轴线测量 核龙的混凝土 是达到实际强度 85%以后 方可进行拆除 然后全部拆除以后呢 再来看一下 轴线的位置和高层 所以你会发现 来回的这几个点呢 都是什么呀 轴线和高层 保证这个桥呢 就是线性满足要求 横平树枝 对吧 当然这个拱桥 不是达到横平树枝了 它的线性 一定是满足要求的 好 再来看树转发 前面说了 首先呢 先趴在地上 然后呢 给它拽起来 对吧 你看 拽起来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这里呢 有个合胸段 那你看这个的话 就是呢 我们先拽起来之后呢 再进行一个平转 所以有的时候呢 是竖转和平转呢 进行一个结合的 适合的是什么呀 混凝土肋梗架架枕 钢管混凝土梗 那钢丝绳呢 安全系数不小于6 钢脚线呢 不小于2 抗拔抗滑不小于2 那在这种前呢 要进行一个适转 检验它的一个可靠性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它如果说要考察案例题的话 真的是没有什么好处提的 要么就说是难的 太难了 对吧 简单的话没法出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当作一个选择题 来备考即可 好 来看18年 就问你啊 如果用竖转法 来施工的时候 重去的是 设置转盘 将两岸的整块 或半块 来进行旋转 那叫什么呀 有转盘将两岸的来转过来的话 叫平转 对吧 转体重量大 需要设置平红重 在旋转的时候 那这个也是平转 重量不大的是竖转 大跨境的 那也是我们的平红重 所以呢 ABD的话都是平转 ABD是平转 只有C的话是竖转 好 所以呢 再考案例的话 它的概率也是很低的 没什么考出题的地方了 好 适应范围 当年呢 就考的是吧 在峡谷或水流 比较急的河段上 或者有通航需要的地方呢 我们是可以选用的 一般呢 有以下的施工设备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栏锁 吊机的塔架 就是我们两侧的塔架 来布设我们这个栏锁 然后呢 就是我们的吊机的主锁 重重锁 哪儿 我们的重重锁 吊机 吊机呢 在这个主锁上来回走 对吧 这是我们的重重锁 它是这个地方 好 那起重锁 起重锁的话是什么呀 是这儿 我们把这个 你看这不是地方有个梗落吗 是不是 上下来吊的话 这是我们的起重锁 这是起重锁 好 之后呢 有牵引锁 牵引锁的话 主要的是要干什么呀 让我们这个平车呢 怎么办 来回的走动 对吧 来让它来回走动的 还有什么 还有扣锁 工作锁 那么这个的话 你看扣锁 是要保重呢 我们把这个拱乐安装上以后呢 它的一个稳定 对吧 你看 把这个拱乐安装好以后呢 我给它某固的两端 好 还有风缆 这是保证稳定 横移锁 跑车 天车 就是我们这个什么 这个起掉的 还有锁案和锁定 当时的话 也考虑这个石图的题目 对吧 问你 这是个什么东西 还有这个我们的塔架 考虑这两个 就直接给你一个图 然后问你这两个什么东西 好 那这样的话 是我们的现场图 对吧 你看我们两侧的话 是塔架 然后呢 这就是什么一些扣锁 好 这是已经放好的拱乐 然后这个呢 是我们马上要掉的 你看这个地方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什么 起重锁 对吧 上下来起重的 那么这个呢 是已经装上的 这个是已经装上的 好 那么也是一样 我们来通过一个视频 来了解一下 我们这个蓝锁吊装 它大概的一个原理 好 我们来看一下蓝锁吊装呢 它大概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首先的话 这个地方是不是需要有河流 一般可能会通航 然后呢 在两侧呢 先把我们的桥台给做好 之后呢 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未来呢 要掉奥装的一片片的梗乐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提前把它给运到现场 运到现场之后呢 开始呢 这个时候 坐的桥墩 或者塔架 它可能坐的比较晚 好 这是我们两侧呢 未来呢 要放重重锁的一个塔架 对吧 防止上日后呢 受重以后呢 它发生相关的变形 我们也用什么 用扣锁呢 给它做一个稳定 好 那这样的话 上面呢 我们就安装上了 我们的主锁了 对吧 未来呢 我们的这个跑车呢 就在上面呢 来活着去走 好 然后呢 我们就安装上 这个跑车 对吧 那跟跑车联系的话 就是我们的什么呀 起重锁啊 然后呢 来起重这个拱乐 那这个拱乐的话 它能够来回走的话 那需要什么呀 需要一个嵌移锁 对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的话 我们这个跑车呢 会把我们这个 你看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 那么起重锁起来了 好 运到设定位置以后 开始进行一个安装 安装上去 我们用那个扣锁呢 来给它进行一个张拉固定 好 先去是左右两段安装啊 安装好了以后呢 再去安装我们的拱锁 你看它呢 你看 你在这里的话 我们会注意一个问题 对吧 好 我们说这个地方呢 用扣锁 之后呢 你想想 我这个地方 毕竟是个桥墩啊 我这里也是桥墩啊 你拽我 我用失稳吧 所以呢 我们就互相拽吧 对吧 保证了整体的一个稳定 好 那么我们这一片拱呢 就已经给它调装完毕了 对吧 然后呢 去做第二片 然后呢 我们的第三段 第四段 做好了以后呢 其实我们在后面 讲这个拱桥的时候呢 还有什么 还有拱上结构 对吧 我们上面的拱上结构 这是拱 有我们什么梁拱体系嘛 然后呢 做好了拱以后呢 再在上面呢 做两片 你看这个东西 已经开始做拱上结构了 之后呢 再去做我们的上面的梁 那这样的话 我们把梁做好了以后呢 那么我们这一这个领 桥 我们就做好了 之后呢 就挨个的把我们的这些扣锁 对吧 分级分批的来进行一个拆除 那么所以呢 这样的话 我们的工序呢 是不是就好理解了 首先呢 在预制厂 把我们的一些拱落 拱上结构呢 给做好 做好了以后呢 通过平车 给它运到设定位置 对吧 在现场 然后呢 在现场呢 又通过我们这个跑车 或者这个天车 一段一段给它进行一个吊装 分段 把这个拱落呢 吊到我们的安装位置 然后呢 用扣锁来做一个临时的固定 对吧 最后呢 把顶端的这个合拢的拱落 给它吊装上去 那这样的话 我们整体就合拢了 对吧 然后呢 一块一块的做好了以后 主拱圈合拢 我们再去做拱上结构的一个安装 结合在前面这个动画 我们这个流程就掌握住了 这个流程呢 也考了 所以呢 再考案例的话 反正近三年是不会再出现了 在施工的时候呢 要注意一下 我们的主塔和扣塔呢 一般呢 用的是定型的钢构件 在蹲台上呢 进行一个拼装 精神呢 用到牢固可靠 塔的纵红像 亦设置风篮 且风篮的安全系数 不能小于二 顶部呢 要设置避雷装置 并且两次的塔架 它一般呢属于金属的 要设置避雷装置 塔顶呢 分配梁 由于塔身的可靠连接 那么对于我们扣塔上的 锁岸顶面的高层 还应当高于 拱乐扣角的高层 其实就是这嘛 对吧 那这扣塔 我们的扣塔 它的锁岸的高层就这 现在就这个地方 就改变它的角度嘛 这 要搞高于它嘛 不能在一个平面上 就是高于它的啊 是高于它的 就这 要比它高的 比它高的 你这样的话 才能方便我们去进行一个导向 然后连接啊 高于 拱乐扣角的高层 然后竹篮呢 用的是钢丝绳 安全系数呢 不能小于三 每根竹篮呢 受力均匀 起吊的安全系数呢 不能小于啊 五 牵引呢 不能小于三 对吧 重点呢 就是这些几个数 抗拔安全系数 不能小于二 抗滑 抗轻浮的话 不能小于1.4 蓝锁吊装系统设计的时候呢 应当对各种状况呢 进行一个调整 对吧 就是呢我们需要想到各种状况 所以呢 要满足他们的强度 刚度和稳定性 吊装前呢 也需要验收 然后呢 进行一个试雕 只有满足合格了以后 方可重视其吊 而且蓝锁吊装呢 你需要去什么呀 编制 专项 施工范 不管是安装 使用 还是拆除 都需要去编制 专项施工范 固定的风篮呢 应当在全孔合拢 红项连接构件 混凝固的强度 满足要求以后呢 方可拆除 我们拱桥的拱圈呢 采取的是单勒吊装 或单勒合拢时 单勒的红项稳定性 必须满足安全验存要求 而且呢 稳定性呢 不能小于4 当不能满足的时候呢 应当是采取的是红项联系 你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的一个拱乐 这个呢 是我们一个拱乐 对吧 好 那上边的话 这个地方是什么呀 这是我们的红夹目 上下红夹目 然后通过这个螺栓 来做一个红项的联系 啊 增加它的稳定性 啊 然后呢 再去安装其他的乐端 就是增加稳定性 啊 增加稳定性 啊 拱乐安装的时候呢 一般呢 也是从拱点开始 然后呢 向拱顶来吊装 对吧 先去安装两侧的 然后呢 再去安装拱顶的 其啊各个拱乐的上端头 均用通过扣锁的调整 使其呢 略高于设计高称 啊 就说呢 我们在前面的这个图的话 再往上提的时候呢 就稍微呢 略高于它的设计高称 你这样的话 才有负语向下调整 啊 略高于啊 这样才有负语向下调整 啊 多跨安装的时候呢 又能根据球墩重设不平衡水平的能力 来确定他们相邻拱的一个安装顺序 这个呢 读一下即可啊 好 然后呢 再就是松锁 松锁的话也是按照什么呀 拱角来松 然后呢 次拱角 然后呢 起重锁三个的顺序 先后来走 先去我们的拱角 次拱角和起重锁 每次呢 在松锁的时候呢 要用专门的仪器来进行观测 看一下各个街头拱顶和四分之一跨处的一个高重 防止上发生非对称的失纹 而从而导致开裂 所以呢 我们在进行松锁的时候 一定要是对称松锁嘛 对吧 每次松锁量呢 一小 且各个街头的高重呢 不易超过十毫米 松锁压紧街头缝之后呢 把这个什么呀 哎 普遍的在旋顶街头落山一次 保重它的连接啊 普遍的在连接一次 如果没有支架 或者是那我们怎么办 或者少支架的时候怎么办 在卸支架之前 应当对竹拱圈的混凝图质量 拱轴线的尺寸 卸架的设备 气温引起的拱圈变化 以及台后的填图呢 都要做全面检查 当街头混凝图的强度 达到实际强度 85%的时候呢 方可开始卸架 而且我们卸架了 一在竹拱圈安装完毕之后 分次来卸 现在还是呢 应当监测拱圈的牢度 啊 蹲台的变味等等 避免的发生较大的变形 在严寒地区 主拱圈 不宜在支架上过冬 支架呢 宜在冰冻前呢 拆除 啊 这些的话 都属于新家新家的 但是可考性呢 真的不是特别大啊 所以呢 通读一下即可 背景呢 我们在19年的时候呢 已经考过一次 二人历的题目了 啊 如果再考的话 也主要呢 是以选择起的形式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说明事件一 采用蓝锁吊装方案的理由 之后呢 写出来ABCD的名称 以及工序GH 对吧 好 其实大家想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蓝锁吊装呀 这个呢 在案例背景里边 已经有答案了 哪呀 是吧 某时空大陆呢 成建了一座桥梁工程 主桥呢 为上层式钢管缓凝土拱桥 跨度220米左右分幅 每幅拱桥呢 有两片拱落组成 每片拱落呢 用的是钢管缓凝土航架 啊 用的是四根钢管 内罐C50缓凝土 好 下边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说 为什么要用 啊 就是直接把这个背景呢 给抄上去就行了 为什么呀 哎 因为呢 它狭窄山体陡峻 而且呢 我还要通行 对吧 所以呢 我需要去用的是 拦锁雕桩 你就把这个背景 抄上去之后呢 四分基本上就拿到了 好 之后呢 来看一下 这个A A的话是左右两侧 这什么呀 这是我们的一个 哎 塔架 对吧 然后B呢 这是一根一根的什么呀 扣锁 来保证它的稳定性 那么C的话 是比较粗的 这是什么的 主锁 D呢 就是我们那个跑车 或者是天车 对吧 好 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就是理由呢 就直接把背景给抄上就行了 A呢 就是塔架 B是扣锁 C是承重锁 或者说是我们的主锁 D呢 就是跑车 或者天车 之后呢 来看一下这个流程 首先的话 是先去加工 预制 拱乐 和上部的结构 路运到附近的码头 用船呢 分段的 将这个拱乐呢 运到安装位置 这只是呢 把它运到位置 还是在水里 对吧 然后呢 用什么呀 用我们这个跑 这个天车 或者跑车 把它一分段 吊装到设定位置了 你先把它吊到设定位置 然后呢 再用它做一个临时的固定 而且你会发现 在这里有答案 用扣锁进行一个临时固定 哪呀 不就这儿吗 所以那我这个B呢 是不是也有答案呀 好 安装平连单元 吊装其他分段拱乐 而且这里告诉你 我吊装其他分段拱乐 所以我这个地方呢 肯定也是吊装拱乐 要不的话 你我固定的固定了个G 所以那最后呢 各拱段呢 都要进行一个调整 干什么吧 进行一个合拢 对吧 合拢完了以后呢 我们再先安装拱上结构即可 所以那这个呢 就是教材呢 做一个转变啊 最后就是 然后首阶段啊 然后呢 起装安装教位 之后呢 H为主拱圈的一个合拢 所以那东西 都是教材里边的东西 都是教材里边的东西 就看大家在考试的时候 能不能灵活运用了 好 再来看这个桥梁改建 这个改建的话 就是桥的一个拓宽啊 啊 拓宽的时候呢 分为这个 上下部呢 都不连接 对吧 那这个地方呢 它并没有很明确的连接 那下部呢 也没有连接 上下部呢 都连接 还有上部连接 下部分离的 那我们这个 你看这呢 连接了 下部呢 也连接了 对吧 上下都连接 而这个呢 只在上部连接 下部呢 是没有任何连接的 啊 就是我们这个 那连接的时候呢 大家我们只需要注意 如果是替量的话 对吧 那就用的是 刚性连接就行了 啊 替量 直接刚性连接 除此以外的话 用的是 绞接即可 这的话 就考过一次 啊 那就是这样 那你说法中 错误的是 你只需要记着什么呀 如果说是替量 那么肯定是刚性连接 对吧 除此之外的话 都是绞接 那么这个时候呢 A呢 就错误了 因为A呢 应该是绞接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一部分内容 讲解完毕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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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